那么附入诗仪山放鱼子法 这个诗仪山放鱼子法就是凡是看到鱼食了 可以将它肚内的鱼子轻轻的起出来 不要损坏 也不要碰到盐水 把鱼子摊放在稻草上 等到水滴烧干的时候 浅埋在水边的泥沙中 避免被鱼吞食 自然就可以全部活下来 但埋藏的地方不可以离开水 又有另外一种方法 将干的泥土跟鱼卵拌活 让太阳晒卵河后收藏起来 从冬天开始 经过荣域的正月二月三月到四月十五号之后 把它晃进河滩的水草中 没有不活的 也就可以全部都活过来 其他的夜混随时可晃乱 尤其非常方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